我是李农亚 您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习惯在白天小睡片刻吗 医学专家研究发现 白天小睡可能会导致虚致症 阿兹海默症 白天过度小睡 提高了罹患虚致症的风险 这个风险也会让一个人 在衰老的过程当中 越来越长出现白天试睡的情形 两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研究人员说 很多老人有白天小睡片刻的习惯 但是白天过度小睡 可能是罹患虚致症的警讯 白天小睡的频率随着年纪增加 不断的增加 就是虚致症开始恶化的迹象 研究人员针对1000名 平均年龄81岁的受测长者进行 长期追踪 发现小睡时间长短和频率相关 也发现白天小睡和虚致症的 的确是有关联的 长时间的 平凡的日间小睡 是认知正常的年长男性和女性 罹患虚致症的危险因素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白天小睡片刻 对提高认知能力 情绪和警觉性是有帮助的 现在两派说法各有支持者 新闻继续来关心 加州政府要在今天4月1号结束的 房客驱逐禁令延长到今年的7月1号 加州众议会的这项提案 希望能够保护租客援助计划申请人 同时也给加州政府更多时间寄出租金援助金 去年加州政府获得了52亿美元的联邦经费 支持租房援助计划 房东或是租客都可以申请这项 租房援助基金 但是申请人必须要提供疫情相关影响证据 才有资格申请 这个优先计划保护低收入居民 补助金除了可以用来支付基欠的房租 也可以用来支付基欠的水电费 根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在今年3月份进行的民调显示 有70%的选民认为加州民众无法负担 住房压力已经成为加州的大问题 另外有40%的受访者坦诚缴纳房租租金 对他们而言是有困难的 根据加州预算和政策中心的数据 今年1月2月有48%的低收入租客 难以支付房租 有民主党议员说加州人因为无法支付房租而遭到驱逐 是残忍浪费不公平的 因为这些加州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加州公民 他们已经尽了加州人的义务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